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某班學生數學考試成績的核狀圖 試問由此核狀圖可以確認下內哪些統計量 他說A算數平均數不行 A不行 B中位數可以啊 中位數就是這個啦 試問位數嘛 就是Q2啦 Q2的話是等於60 這是可以的 再來我們看呢 C種數 種數這個不知道 就拿一筆資料 它的那個次數最多 或是人數最多 這個就是資料數最多 就是說比如說50 50的話可能 比如說它有 全部有100個 那分數比如說分數 那50分的比如說它有30個 然後呢 是這些分數裡面當中最多的 那從這裡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照你們看喔 這個 第一啊 第一的話呢 他說全班人數 全班人數這裡也沒有寫 這裡沒有寫 這個只是百分比啦 這是四分之一 佔全班的四分之一 佔全班的四分之一 佔全班四分之一 人數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再我們看呢 1 1的話是第一四誤位數 第一四誤位數就是Q1嘛 有啦 就是 就是 就是40 40分 這個 這個是成績 這個是成績 然後再我們看呢 這個F M M 他說第三四誤位數 也有啦 在這裡 Q3嘛 Q3 是等於70 G 最高分 最高分有啦 就是90嘛 就是大M 就是90 最低分 H 最低分有啦 就是小M 小M是10分 好 再我們看呢 I HI I的話 四分位數 有 我說Q3 減Q1嘛 Q3 減Q1 這個 多少呢 這個 是30 這個也有 Z Z 也有啦 最高分有 最低分也有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Q1 40分 I R 再來Z Z Z的話 全聚 全聚R嘛 R的話 就是那個 最高分解鎮 對立分法 80嘛 這也可以嘛 所以呢 只有ACD不行 其他都可以啦 就 B E F Z H I Z 都可以 T T T